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把狠我啊 知道吧 我没有任何身份 但是呢 我要跳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身份 所以我敢嚣张 在座的所有人都躲不够我的火眼鸡精 我这把出身 我在那个饭堂 我遇到了王大某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份 没有什么说法 所以我就说 我是一只猪 有没有人养我 这个时候王大某和西恩就过来养我了 所以这把我们三个紧紧抱团 直到后面 在这个位置 大家见到我的时候 我踩到这个鸡腿 知道为什么你们上门下来的人 踩不到这个鸡腿 反正我这把是个做好的 希望你们盘一下你的逻辑好吧 先和王大某这把我 大概能保 先 我不保先 我保王大某 我只保王大某一个人 好吧 过 王大某学生你们出个专业杀手 你听我分析 出个专业杀手 刚刚大强还在我后面跟着 边说话边说找马老师 还有秀 刁德秀 我们三个人是从上面下来 这个时候大强还是活着的 那么就是说大强他不是提前卡 他是在我们中间直接被混到 那么刚刚我们三个人 我跟大强秀才哥 待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没有事的 但这个时候团 你说什么大某 你们三个人还有心 一起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强直接倒地 那么在我们中间 绝对有一个混刀狼 但是我是没有看到的 因为实在是太快了 大强上一秒 还有声音下一秒 你就拍了个鸡腿 我们在中间绝对 绝对得出一个人 我过 好 这里是吊德秀发言 开局的时候 我是看到了朱大强 还有 邮德一 还有孙悟空 他们俩在一起 然后朱大强在后边 然后我就去往右边走 遇到了小温 然后朱大强在我审后 直到一直走到 悟动的情况下 我直接遇到了 有可能这两个影片 有可能有小手和提胡 然后我是站在最下边的 千万不要说是我刀的 对不对 然后朱大强倒牌了 那也就是说 西恩还有王大某里边 会不会有狼 对吧 百分之百 那就是看他们俩发言了 百分之百 而且还是专业杀手的 秀才哥的发言 西恩和王大某里面 就是直接排除了团结和小温 为什么 我是一开始在学习室出生的 然后我碰到了猪猪公主 然后猪猪公主 他往下面走 就是往开饭那边走 我往上走 走到快实验室那边 碰到了猴哥和马老师 他们两个人在那 然后这一轮 肯定是你们外 包包在哪 包包也是一个人走的 我应该也没人提他 就是包包这边是个单走牌 猪猪公主后面应该也是个单走牌 然后我觉得他俩里面 怎么也得出一个吧 我的视角里 我一个人从迷宫里出来了 我绕了绕了九九八十一圈 我才从那迷宫里走出来 然后走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马老师和悟空在那里 他们两个在那里 吵得不可该交 然后我听他们俩吵 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走 我就去找别人去抱团了 然后我刚要走到那个 悟动那个通道那个地方 然后就报警了 我中途也没有看到人 上面也没有人 这就是我的全部路程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人提网红了 那我们先不管包包 它是一个提雇 还是呆呆鸟 但是这把双狼 我们已经排出来了 团哥 我只对话你和歇恩 好吧 刁德秀和小温 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双狼 在右边 然后看到没有人 然后他们到一个往下走 发现我们下面 突然又上来三人 自暴发言 他们往下走 想把我们带的往下走 因为我们上去以后 那个战役上的尸体 就会被你踩到 所以说我这波会怀疑 刁德秀和小温之双狼 要么就刁德秀一只狼 或者小温一只狼 在互相养 对方一只 带着他往下走 但我就能怀疑他们 自暴了 客团 这人 我建议 可以先投一投 刁德秀出去 我身份很硬 不 刁 刁德秀还没到 刁 刁德 刁德秀一直跟我走的 这个我 我在想 刁德秀 他绝对是个专业杀手狼 他里面忽略了几个逻辑和细节 我现在讲不了 我来不及 他一定是个好人 不然就双高 你什么三分 你什么三分 我有三分 你什么三分 他就一直这样 他不说话还好 我还在这里面想一个 百分之五十 他一说 他叠定好人了 不用想了 你什么三分 大家一起走 但是这个人肯定不是他啥 因为他一直跟我一起走的 三三说的应该没问题 这边应该就是外置卫的 那就是包包 猪猪公主 还有王大牟 我没咋见过 你们看着头吧 不 先发言 先这把跟团和谁一起上去的 不 我发言 我单走 然后我在最底下见过他们三个人抱团 马老师说 过了是吧 来全票出大牟 大牟你直接自己自爆了 现在我已经盘出两栏了 还有个杀杀你问你很大 猪猪百分之一万是好人 小问百分之一万是好人 客团不清楚 有可能是蹄虎 有可能是中立 全票出王大牟 你刚才发言自己自爆了 你是专业杀手 我就这么跟你聊 你是专业杀手 好吧 过 我等会进去再跟你们好人谈逻辑 过 客团 我主子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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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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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说话 为什么你们 为什么你要 你要把他弄了 为什么 什么 什么意思 什么 王大牟全都 说逻辑 他是专业杀手 你搞到现在你都不知道吗 来我跟你说 首先你知道伤把死的是什么角色吗 你知道吗 在死的一瞬间 是死的一瞬间 你就已经报警了 你踩的是尸体报得紧 是专业杀手杀的 专业杀手只有王大牟和西恩 王大牟发言自报了 他把锅打给这个秀才 说是后面来的 就实现先刀的 其实不是 是刀完之后立马报得紧 也就是说是同一时间 就一定是混刀 就一定是大牟 而且我是怀疑大牟和西恩里面出一个 但是大牟发言之后 就确定了 百分之一万是大牟 专业杀手 懂了吧 而现在我 我觉得马老师说的对 我现在很肯定地告诉你 西恩是百分之一万的好人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双狼 让他们两个直接双刀了 懂了吧 不可能等的 加拿大鹅 刁德秀加拿大鹅 因为专业杀手已经死了 他说 我报得紧 就说明他是刀到了加拿大鹅 因为不可能看不到尸体的 刁德秀直接出局 他要么是醍醐 要么是 他就是醍醐 然后这个 现玫瑰花 出来的时候 刚走到盔甲那直接报警 是小温的尸体 这是我的全部路上 他要么是醍醐 要么是尺了 游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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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了包包 然后后面星恩 我们三个一直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 其实上一轮 我觉得推王大魔 好人的视角 你不知道怎么 盘不出来的视角 不应该是 气票是最稳的吗 他说他是一个硬身份 万一他是个警长 我冲票的感觉 我的感觉 太像一个正点了 然后他也 包括他怀疑我 就是我觉得 好人应该气票 而不是说 最后就把一张票 直接冲出去 我觉得 马老师在我的视角 里比较像狼 然后包括这一波 我不知道 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刁德秀 刀刀加拿大鹅了 也不一定 百分之一百 提胡吃的 要么就刀刀 他肯定有问题 知道吗 我是像三三说的 我们最后三个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三个在饭堂 我从那个饭堂出来 往左边 福尔摩雕 走到拐的时候 我看到 马老师在里 一堆人军训 我不知道 马老师中途 有没有离开过 你们的视野 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就拍了 这就是 我的事件 我都能够确定 他们每个人的身份 好吧 我都不 悟空 到我了 好 那个 孙悟空是 警长 马老师是呆呆鹅 我就这么跟你讲 呆呆鸟 有可能 警长 醍醐 刺客狼 网红鹅 加拿大鹅 隐形杀手 错一个 就算我捞 错一个就算我捞 好吧 刚才我们几个人 这几个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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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清楚 这四个我不清楚 好吧 这四个我不清楚 然后 醍醐 刺客 警长 他说什么 他说我很硬 还记得吧 第一句话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专业杀手 刀的网红鹅 加拿大鹅 他自己报的 专业杀手已经死了 不可能看到尸体 他吃的他自动报警了 刺客杀手 怎么样 过 西安发言 西安开局 是跟秀采哥 复活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俩杀腿就跑了 是往上走的 然后呢 我见到了小温 但是呢 我没跟小温在一起走 然后我就去绕到饭堂 遇到了杉杉跟包包 然后就报警了 我都星期就这么多过 西安这个行动路线 稍微有点可疑啊 但是我这把 就是全程跟那个 马老师 磕团 送口 我们在那讲道理 听马老师发言吧 过 福尔摩 要么你刀了他 警长还是在场的 我知道是谁 但我不说 好吧 全票打飞 刁德秀 警长上来 直接过去找杉杉 给他一刀 直接过去 给杉杉一刀 游戏结束 过 全票打飞 刁德秀 我这把是猪 我一开始没有身份 所以呢 王大某养 所以 本来一开始投完票之后 其实我是 要为王大某发声的 感谢刁德一首好言 送上的飞机 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刁德一首 首先他的这个发言的话 逻辑是 是很缜密的 他发现了一些 平时 大家容易忽略的点 然后 学儿听出来 王大某 所以我这一波 是愿意跟我师傅的 我觉得他说的对 对吧 对 错了 无敌 无敌 我就这么跟你聊 无敌 他怎么了 他为什么要 对一下嘴 有说法 说明搞错了 拆了 警长被拆 他那个叫什么 刺客狼被拆了 nice 无敌 无敌 好吧 他没有办法了 调多秀没办法了 听我解释 王老师 嗯 听我解释 什么意思 悟空 你是 王老师 我就把杉杉给捣了 这就完事了 对 对 是的 你应该是个警长 我知道 你肯定是个警长的 你上来都已经 我抿出来了 我就这么跟你讲 找他 找他 别捣错 别捣错人 别捣错人 三三 三三 不不不 先别捣 王老师你听我说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OK 没事 无所谓 不重要 不重要 他怎么又是我抱的警啊 我低了八百脸 抱了这个警 我没有摁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抱了这个警 反正我看好像是先把 就是猴哥给捣了 然后旁边可能又有人开刀了 被包包 我记得刚刚还是活着的 突然一下现在没了 哦我是找到了包包的尸体 然后先是把猴哥打了 那这一波 猪猪公主 应该只有你是狼了 啊这把还有这么多狼 还有专业杀手吗 因为我记得我最后好像还听到了 三三和包包都说话了呀 怎么突然一下就三三包包也嘎了 然后那个猴哥也嘎了 那坏人吗 不知道我听你们发言 我那你决定投票吧 我抿一下 先发言 韬儿你昏昏沉沉啊 是 是谁把那个 虚悟空啊 盗了的 是他警长把他崩了 双双倒在我面前啊 昏昏沉沉啊你 把老师看见的 不 不是啊 是孙悟空把三三叨了 双死 发现的是包包的尸体 但是为什么包包会死呢 有两种可能性 如果马老师推理的正确 专业杀手已经死了的 走了的话 那么团就是 皮糊 吃的这个包包是个加拿大 皮糊 如果 就是他推 马老师推理的错误 那么就是先是专业杀手兜了这个人 团自动报警啊 我是离 就你们八百里远的 我连那个 就是 我连那个 马老师的声音都 听得比较轻啊 就是我是离案发现场比较远的 逛 雕得一发言 名侦探科团 他不是铁虹 他是一只呆呆鸟 好吧 全票打飞 做做工作 因为只有他是一个呆呆鸟的情况下 他才会说 怎么又是我包的紧啊 知道吧 专业杀手百分之百是王大某 已经阵亡了 加拿大俄百分之百是小温也阵亡了 所以不存在 刚才他那种情况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是小丑他才这么说的 好吧 西恩发言虽然不好 但是他百分之一百是好的 你猪猪公主 从逻辑上 从理论上来讲 你就是那剩下的一匹狼 游戏结束 西恩跟我挂票猪猪 科团随便投 不重要 游戏结束 难他贴 难他贴 不可能有其他的逻辑 不然解释不通 过程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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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对了 我怎么又呆呆鸟了呢 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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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说 三三发言很正向啊 你怎么上去给他一道啊 我这不信马老师 感谢别吃斗乐储 边打的飞机 谢谢 斗乐储 过程不重要 最后这是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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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赢了 高不负 很尴尬 高不负 赢了就行 很尴尬 对